回来节目时间 东冲星会大约三个月前入伙 南风上个月减价推售建楼货尾 包括三房和四房单位 接着验收的单位三房连储物室 储物室的墙身空心情况严重 睡房的地板不平 部分位置谷起 露台的渠管用来阻隔杂物 和防水的玻璃面部分脱落 整体的交流质素一半 东冲星会已经是烟楼 三年前开售 三个月前入伙 现在剩下的小两一手货尾 以三房和四房单位为主 验收单位是项目其中一款三房单位 有套房和储物室 实用面积1046呎 业主两年前830多万买入 车价接近8000元 客饭厅的比例适中 墙大约19呎 阔10呎 虽然单位望山景 但是屋苑本身近海 以至室内都较为潮湿 屋主未入住 部分的墙身油漆已经没落 玻璃地砖都有崩发 玻璃堂门和门框的装嵌手工没问题 但是把手就装得太贴 很多时候这样一扎 我这里已经碰到手了 我的手背已经碰到 因为这个门框的阔度不够 而因为这只门 摄了进去 因为它要有挡风的效果 它有一个指口 其实摄了进去 你就不见了一半的空间 其实可能它做设计一会 就这样看似乎都很好 但是摄了进去就不够了 露台长生的八截用来修饰渠馆 渠馆和上层单位的地台纳粒 以玻璃棉封口 原意是左隔杂物和防止水流入下层的单位 不过物料质素参差 部分已经脱落 顶上的地板似乎不是一个石屎 有点黄色 好像玻璃棉 那类隔热棉 那类材料 面上有些黑油 没有石屎地台有些问题 水有机会在这里滲下去 感觉上也不良好 虽然棉濕了也不会很大问题 不过始终会慢慢变形 有机会潮湿之后会变失 旁边的玻璃窗 接驳位似乎有工序未做好 我相信它之前应该换过这粒 长尊尼 换过后就不记得补回那支胶 一定要补回它 因为窗的防水 其实现在的新楼来说 通常都是两浸防水的 先有里面框边的英泥收拾框 然后外面再有浸防水胶 现在没有了面头的浸 就只靠里面那浸 如果太久了 里面这样的捏沙漆框 去开裂的话 就会有机会滲水 单位三间房分布在走廊一边 换句话说 窗口向着同一个方向 景观差不多 主人房一共160尺 不需要检测的工具 只是踩上地板 已经发觉部分的位置谷起了 三间房的窗边 地板都有松的情况 它怎么松呢 好像这里 踩不动的 人家会加钉 弄好它才可以 要不然 有些好像松到这个 一天踩下去会有响 又会动 不耐用 近大门的厨房里面 也有储物室 和套廁 没有窗 仔细检查 几乎每一块瓷砖 都是空心 这里的空心砖都算夸张 在场上的交叉都不少 至于空的程度又如何呢 都不是一些轻微的空心砖 其实好像这一块 我敲它二十多点 我都找不到一点是实的 其实是空得很重要的 这里的空心砖 就一定要拆下来再做歌 厨房的面积超过110尺 空间宽敞 但是工作台面又窄又长 难以摆放厨具和电器 业主可以考虑 加装吊柜 增加储物的空间 星会位处的 东涌55B区地皮 由南风在六年前 已超过20亿亿投得 会尺楼面地价2300多元 前面近海的55A区地皮 由新地投得 发展做新盘东环 而周边还有一些公屋用地发展 意味着星会部分单位的警官 日后很大机会被遮挡 好吗 好吗 好吗